還是你們有人是母胎單身的嗎 這裡一個 兩個沒有名字的愛情 有可能我是一直在付出的那個人 我覺得你們這整盤都很... 讓我們歡迎Vira 今天為什麼少一個先說一下 今天那位請假 因為現在聽說你們的生活 跟以前已經有很大的不一樣了 然後現在打歌服也非常的華麗 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我看你們每一個人的那個打歌服 都非常的精緻 就這一次其實我們的打歌服 就整個我們MV的概念 跟專輯的概念跟整個想法 就是我們全員都有參與討論 所以就可能我們就會跟造型師說 我們可能這次會想要有什麼樣的感覺啊 或是我們每個人想要突顯出哪個地方 然後這次就是我們一起完成的 認識你們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們這個團體裡面已經選出 一個正式的隊長了嗎 沒有耶 我們是有各自的分工這樣 我們沒有隊長 那你要不要從你的分工先開始 服裝組長 OK 對我是負責管理大家的服裝 可能幫大家收好 OK 然後可能叫大家收好 看誰什麼東西沒掛 對啊有人有時候就是鞋子忘記換 對啊 誰啊 剛上台之前這樣 對 我有時候會這樣 然後 我是舞蹈的部分 就可能負責幫大家跳舞啊 看看隊形這樣 我是風紀鼓掌 你就叫大家安靜一點是 可能一些比較over的言行橘子 會可能會制止一下 所以捏他大腿嗎 還是 稍微抓一下 結果還在自己 對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 可能離開這個地方 垃圾要整理成 在一起這樣 所以你們這個團體 是有一個規矩的嗎 是有明細的列出來說 誰不能 就類似不能遲到 然後裝法時間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們遲到會罰錢 現在 大概 大概1分鐘50塊 這麼貴 這樣子才會記取這個教室 那蔡正呢 那蔡正是負責什麼 負責社群 或是一些公關上面 發文這些 發文啊 或是跟一些 哥哥姊姊聊天的 說話啊 那你們今天是由美要來宣傳什麼 你先宣傳一下 4月29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有我們的 簽唱會 還要自己拍手 自帶掌聲 然後呢 會在那個台中的 廣山收狗 沒錯沒錯 然後呢 到時候呢 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大家不用夜拍 因為到時候我們一定會把它全部簽完 才會完整的結束 比較辛苦到自己 嗯沒錯 OK 所以就是公關的部分 那巴比斯 唱歌跟音樂 就像可能有時候跨年 我們會想要編排不一樣的音樂 就會去製作新的東西出來 嗯 那學文呢 學文是約排列的時間 對約排列時間 喬大家排列的時間 然後喬教室 處理這些事情 這樣 所以每個人的分工算滿細節 所以你們沒有打算要選一個隊長 因為我們會不服 我們每個都愛贏 剛剛有講了簽唱會的部分對不對 然後因為現在 大家最期待的其實是我剛剛在開錄前也有問 就是演唱會的部分 就是還沒有確定時間但是有這樣子 你們自己會緊張嗎 滿緊張的 滿緊張的耶 因為這次太多人辦專長 所以我們應該是算現在偶像的話 我們算壓軸 我們是最後了 所以你們要最精彩 很多人辦 就壓力很大 怕沒金屬 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大家會很期待 因為真的演唱會接下來越來越多嘛 但你們就是至少有準備期是滿長的這樣 因為你們已經上了很多的專訪 我們這次就來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要來玩一個hashtag的遊戲 在Vira裡面的你們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暖身一下 那如果用一個成語先來形容 你們在Vira裡面是什麼 你們會用什麼成語來形容自己 什麼成語 要用成語 要用成語 順便考一下你們文學的造型 你好逼人喔 嗯 成語 禮語也可以出淤泥而不染 這種 那我們先一個一個來 Bobby已經寫好了 寫完了 好那Bobby先 我的答案是 獨一五二 你在這個團體裡面是獨一五二的 對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沒辦法缺我吧 我不能上場 或是可能錄音的時候可能少 我覺得都會有一個很怪的感覺 我覺得彼此都是 你說因為你的聲音的Vocal很重要 對 你看那個小眼神光肯定 對 看一下蔡震的 差不多感覺 無可取代 我有些能做的事情他們可能也做不到 但他們能做的事情我可能也做不到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無可取代 但如果硬要想一個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 耶 好 那牛神呢 無所事事 你說你在這團裡面完全不用做事 自己還找不到那個定位啦 第一次見到他們我就整個很尷尬 我想說 你現在融入了會這樣 然後 然後一直找不到在這個團的定位 然後也是比較 可能話比較小 那你覺得要融入他們這個團體裡面 你覺得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不嗆 就嗆他們嗎 對 他們也會嗆為我們 不是應該聊一些他們喜歡的事情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啊就是大家都喜歡這樣 當然他們每個人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大家各自喜歡的東西 對 各自喜歡的東西 差滿多的 類似好如果要跟你們變成朋友 就問說你們是用什麼底妝 應該這個話題開啟應該就是一個不錯的 這個可以 是啦 他有推薦我還蠻好用的 對啦 健身啦 他最近在健身你可以問這個 就是身材管理的部分 可以問他這樣 OK 那蘭蒂呢 好我的話呢 叫做安分守己 我個人意見不是都非常的多 就是大家有什麼意見我都會 喔好我隨便啊我沒關係 配合你們都可以 然後就做好自己的事就這樣 安分守己 所以 那我看起來很不像安分守己的人嗎 如果對因為今天書畫時間是六個人的話 他們每次都安排你第一 就最早到 我們都是六個一起到 喔不會 不會分時段 喔我想說 之前節目的時候會啦 現在不會 OK 那我看一下孟薇 因為我剛剛給他一個很爛的建議 不是 對他給了我一個很爛的建議 因為我說天心有什麼成語 他說 這也不知道 我說蛤那我要怎麼寫 那種溫柔可人之類 然後我就寫了 我看 你翻開 貼心寶貝 文學造詣也略略 因為蔡正也很會照顧大家 你們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嗎 她是貼心的 就是看你需要什麼 她就會馬上 我最近缺二十萬線的家 這太難了 這就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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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聊另外一件事 就是愛情裡面的你們 就是如果hashtag只能用一個字 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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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在愛情裡面的你們 一個字喔 還是你們有人是母胎單身的嗎 這裡一個 兩個 那你們兩個有什麼好形容的 總是會有一些 戀情 有一些單戀 沒有名字的愛情 什麼意思 沒有名分的 沒有名分的 就沒有確認了 愛美琪 愛美琪這樣 蔡正仙 我覺得我是Line 可以很多方面 就是像是 很愛流Line 不是 也不是很愛要Line 就是 愛耍Line Line在身邊 小鳥依人 然後之後 愛撒嬌啊 這類的 我都把它歸類於Line 所以這種算是比較黏 對對對 但是就很尷尬的是 我其實算是一個 如果今天真的交往的話 我會希望黏 但又不希望太黏 因為我天秤座啊 所以覺得很尷尬 要拿捏其實是不是有點困 對啊 就是你可以愛我 你可以管我 你可以罵我 但你又不能太罵太管 很難罵 OK 大家各自 拿捏一下那個天秤座 比較麻煩一點這樣 對 那 你有審先 我是讀 我就是跟他有點像 就是獨立 然後需要自己的空間 不會五十五刻 就是黏在一起 會給我 壓力 那如果他也很獨立 你也很獨立 這樣是可以的 是可以 我可以一個禮拜見一次 那一個月一次可以嗎 可以 就是如果通電話 一年一次沒辦法 那每天要視訊 那每天要視訊 不一定要每天 就是 一個禮拜至少一兩天吧 對 你們兩個就一輩子單閃吧 哈哈哈 藍蒂我看一下 我的話是強 這個強是強勢的強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我覺得 我算理性 雖然有感性 但我會選擇理性多一點的人 理性待遇感性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可能 吵架我就覺得我是對的 我就會跟他講理 講到 咄咄逼人 這樣 但如果這是取決於 對象吧 如果這個對象是你 是一個 天菜 可是我感覺我對 任何人都是這樣 我願意溝通的話 然後我跟他溝通 的內容 就是希望他能理解一些道理 所以你是邏輯派的 我是邏輯派 對 但有時候我會放棄溝通 呃 觀念不一樣 對 無法溝通的我就不會 特別溝通 但還是以強勢居多 對 強勢居多 我覺得你們這整盤都很值得單身 目前 孟維仙好了 甜 因為我想說人生就酸甜苦辣 然後我想說那我要選擇哪一個 那我覺得我就是甜好了 就是甜蜜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我應該是一個 想要照顧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那種愛情是你走99步 對方只要走一步這種 你可以 可以 就可能我就是一直在復出的那個人 我覺得 你這個就是命很 怎麼了 約翰輩嗎 我跟你講 約翰輩 就是 但你喜歡復出啦 嗯嗯嗯 喜歡那種感覺 對對對 對這個存在感也會比較高 對 那我看一下Bobby的 你都怪 我真的蠻怪的 我之前有跟一個就是 曖昧對象 因為我是不喜歡很黏的那種 我很討厭 我會覺得很噁心 然後我是可以一個禮拜都不聊天 只要他是那個 黏土是不是 對 就是我覺得可以聊 但是我不喜歡聊太多事情 我覺得很容易會很膩 我喜歡像朋友 就是可以見面可以不見面 但是就是一直維持那個關係 等於是有很多的朋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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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固定下來 沒有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因為年輕的時候就是要多看 可是他是很多朋友 其中一個掛名 對對對 其中一個掛名 應該他的意思是相處的時候不能太黏在一起 他就希望有像朋友的感覺 我想讓別人看到我們兩個出門 但是我們還是就是在一起 對對對 大家知道說我們可能是情侶 但是不覺得我們很 就是很 很像情侶 很像情侶 很像很好的朋友這樣 大家好像很少會有接受這種想法 對 你這很怪 而且我是不太了解 你就去跟樹幹在一起 你想他的時候你就去公園看他一下 然後想互動 然後反正你也可以不講話 反正他也就一直在那這樣啊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下一題 每個人在爭執當中的樣子 其實自己都不知道 我覺得從別人的眼中看才是最清楚的 所以這個hashtag呢 就是寫你左邊那一位 蔡正仙齁 你寫芭比嘛對不對 就是隨和 對 因為他就是屬於那種 假如說今天有人跟他吵架 他就覺得說 好要嘛我們就現在講開嘛 你也不要私下可能講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不要和好就隨便你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吧 他是屬於這種比較 就很隨和與世隔絕的那種 你今天討厭我 你不要跟我講開 那我也沒關係 那我一樣可以做我自己的事 他是屬於這一種 接下來 你寫夢為的是 在爭執的時候 爆脾氣 你是這個類型的 我是 我吵架的時候脾氣很大 因為他是天蠍座 天蠍皮一直都很可怕 好你先你不能講 你講怎樣 就是他 最火爆的一次 大家都是這樣子 很可愛的這種樣子 但是其實私下 我們認真在吵架 他是真的犯法 他會這樣 假如你當我 我跟你的吵架 他會這樣 他這樣盯著你 把你盯到他 感覺他要揍你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是這個類型的 就是因為我就是平常 我是一直忍的那種 所以我只要我真的生氣的時候 我就是整個爆掉 我就是誰都抓不住我 所以嗓門會很大嗎 會 然後就是眼神也是很兇 那種 因為我就是覺得我還未秀 什麼之類的 我就一次就是 爆出來給你這樣子 然後爆完之後 我就下一秒就好了 你那種情緒過很快 對 我就下一秒我就沒事 他容易激情緒 就是這種愛激的爆炸都很可怕 就是一個爆炸的點蠻高 但是一爆就一觸即發這樣 OK好 那你寫的藍地是 我寫他平淡 他是講道理的 就是很平靜 然後就是有條有理 跟你就是 就是對事他不會對人那種 就是反正他是把這件事情 就是有條有的跟你講完 但他不會就是那種 像我這麼爆炸啊 什麼的他不會 那你的情緒 請問都去哪裡抒發 你那不是說多多逼人嗎 我藏起來 就是如果 我覺得 對啊 對親密的人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很笨的人 我就會多多逼 因為我就覺得 這麼簡單的道理 我已經跟你重複了三四次 你怎麼又還聽不懂 好好講你還聽不清楚 喜歡跟聰明的人溝通 對對對 跟聰明的人 但是平淡是對於 就是所有的這些事情 對於你來講 你都不會激起你太大心理的 我覺得會 只是我們要表現出來 那你算是團體裡面最 最平淡的人 對平淡的人 對平淡的人 最平淡的人 好那你寫 我寫他 就是 理性大於感性 然後他的理性可能佔居多 可是他有一些 control的問題 就是他會喜歡控制別人 他很愛控制狂 但是我等一下幫他說一句話 就是他常常可能控制他身邊的人 但是都是為了身邊的人好 他才要控制別人 誰的 control 是最容易讓你一下就 你說他最愛 control 誰嗎 對 他 他比較多 但是廖學文我是用建議的方式 那為什麼想要控制我 他就聽不進去 因為你聽得進去啊 廖學文是不喜歡被控制的人 那你寫蔡正壓軸 我覺得一定很精彩 你不要轉心喔 蔡正一定恰眨 我跟妳講蔡正會轉心 我跟妳講蔡正會轉心 耍賴 對啊我會啊 對我會 有一次我們吵架吵最兇的是 他在我家穿拖鞋 然後明明是 明明就是他錯了 然後他一直說 我沒有聽清楚啊 我就是我理解能力不好 我就說 好那 OK 那我就不跟你吵 然後就不跟他講話 耍賴你是不是第一名 裡面來講的話 所以連經紀人姐姐們也沒辦法控制嗎 耍賴這件事 點頭 點頭 但因為好今天學文沒來 就是如果你們用一個字 形容學文就好了 好你們一二三一起翻版 我看一下 來囉 一二三 哇真的一樣耶 怪怪怪怪 啊 安靜怪人可以一盡方法 哇新大考驗 啊必須要這首 請求你不一樣 對啊 我們應該快解散了 五個人一次通過怪人這樣 對 難怪還好學文今天沒來 他大概是下一個李成龍吧 哈哈 但因為今天的明明說生活 就是想要讓更多不一樣的粉絲 然後認識你們這樣 如果今天是真的第一次認識了你們的粉絲的話 你們有沒有推薦他們 聽哪一首歌或是看哪一個舞台 可以最快認識到你們呢 其實我覺得每一首歌都還蠻好入坑的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時候 就是官方的原因是 因為我覺得九首歌裡面 他每一首歌裡面都有自己的故事 然後都還蠻突顯我們每個人的特色 因為畢竟沒有 Vera下遇不了的舞台 沒錯 聽哪一首我覺得都還蠻好入坑 但是我自己比較私心是Vera 我想講解一下耶 好你講解一下 就是我覺得他 因為他的副歌很洗腦 嗯 對 然後舞蹈其實也很洗腦 對 就是有跟歌詞有關 對對對 然後歌詞又是我們的團名 所以個人很推這一首 所以新專輯已經上架 然後MBA已經上架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這樣子 但我本人是要自己去購買 還是你們會送我 可以送我 還自己要有沒有 史上最不要的 預祝你們專輯大賣 然後接下來演藝圈的生涯其實還很強 然後我覺得保持身體健康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希望你們早日登上小巨蛋 然後有時間大家一起去那邊共襄盛舉好不好 然後所有的資訊都可以到你們的IG上面都可以查詢得到這樣子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的Vira來到現場啦 那我們明人說生活 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 CBook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 Vira 歡迎大家來追蹤 CBook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